这副惨状可不是被螃蟹夹的啊 纽泽西州一名男子上周去河里捉螃蟹 却不幸遭食肉菌感染 现在恐怕得截去四肢 纽泽西州米尔维尔乡 60岁居民安佳·巴勒斯 当天清晨日出前到了莫瑞斯河捕蟹 隔天他满载新鲜螃蟹而归 但却发现右腿变得红肿 并开始涨水泡 几小时后他全部四肢都变得赤红 全身都不断涨水泡 巴勒斯家人表示 他患了胡菌导致的坏死性筋膜炎 这是一种食肉菌感染症 在夏天尤其在咸水环境中特别容易感染 巴勒斯家人表示 他的感染症状已经从脚掌一路蔓延到膝盖骨 前臂变黑了 四肢全都布满水泡 割伤与烂窗 巴勒斯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诊治 医师正在观察抗生素是否有效 否则就得考虑截去三只 甚至全部四只 家属表示 他们一位亲戚最近曾到同一水域 回来时腿部红肿 长疹子 另一名朋友也去那里钓鱼 结果他的手肘上 长了像棒球那么大的肿包 纽泽西媒体 NJ Advanced Media 报导指出 遭受食肉菌感染的几率甚低 但细菌可能从皮肤上的小伤口 或疤痕侵入 纽泽西州卫生当局向媒体表示 当局已获知Paris的病况 但并不清楚当地水域中有何潜在危险 纽泽西环保局表示 食肉菌在当地水域中并不常见 然而坎伯兰郡卫生局表示 这种细菌常存在于水中 尤其在温暖水域中特别常见 别忘记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